大家好,我是查理 今天是2020年8月30号 今天我们刚刚去看了一套 就是Open House的一套房子 它离达尔豪斯大学 有25公里的路程 就是靠我们这边比较近一点 现在不靠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只有4公里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刚好 天气也很好 好,我们去看了一下这套房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Open House的这种 这家出售的这个房子家 一般情况下它会告诉你 今天三点 两点到四点钟Open House 所以说我们两点多钟 现在就过来了 很多人在这边看房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比较热的 我们现在进去看吧 由于呢这个里面呢是人很多 可能有十多个人吧 所以说呢我就不进去里面看了 我就到周围这样看一下 另外呢我也讲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房子呢建成了已经有23年了 它的这个就是讲建筑面积啊 就是可用面积是2300多平方尺的室内面积 主要的建筑面积呢是1300多平方尺 就是讲不包括这个地下室啊 这些地方的 它的整个占地面积呢 是有2.3英亩 就将近2.4英亩 就等于是14多亩地 按平方米来算呢 就是说呢 有9600多平方米 将近1万平方米的一个地块 这个地块呢 靠着一边靠着一个小的一个池塘 周围呢都是树林 它这个这块这个建筑呢 是用油炉取暖的 另外加这个日泵 我现在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左边啊 进到它的后院去 这边因为另外一边右边这边有了 从这边过去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这边就是全部都是树林 这一片都是树林 而且形成一个波 往这个池塘旁边走的波 它这个建筑物呢 是没有车库的 就是没有室内的一个车库的 只有一个室外的一个交位 就是一个停车坪 大家看到的很多人来看房 这一套房 毕竟在这种价位的房子呢 确确实实在这一片是比较少了 这就是刚刚大家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的 它这个后发炎的这个就是一个草坪 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泳池 完全是荒山野岭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从 我从前院 左边就可以通过它这个左边呢 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它这个草坪上面 上面也是全部是它的 它这边呢可以走过去一个小湖 湖的旁边 所以说它家里有这个小床 水上运动的这些东西都有 这块草坪要去维护也是很麻烦的 大家看很多杂草了没办法 看到了吗很多杂草 这种地方呢就适合那种有情怀的人来这边住 你看 那边就是一个游泳池 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泳池 待会我们去看一看 这就是它的后院 看到了吗 这里就是一个属于他家的一个 就等于是一个隔断的一个森林树林里面 我们现在去这个湖边 这个湖边看一看吧 这边就是个火坑 可以坐在这里聊聊天 它也花了点心事 找了些树 从前面这里 它这个红颜色的这个 图的 它是 去到潭边的路 吃潭边的路 它也不把它称为一个湖 这种地方呢需要打理 你要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去做这些东西 它这条道路 木材它是有 但是全部都已经没浪了 需要重新再去建一个 看到了 这个可以甩两个 喜欢钓炉鱿鱼的就可以来这里 一个小小的池塘在这里 不大 所以也不怎么生 这是 医生的 很多人来看房 可能有我们看到这几回能有十几批人吧 这是后面的一个deck 是一个三层楼的 一个独栋号室 它这边地下室是不出示的 就是一楼这边是可以 出外面的 从这边进来就是一个 就是面对着这个房子的前院的话 右边是一个 但是一个停车岛 它这个是烧油的 这是一个油的装油的 兰油的炉子 就是用油取暖的 这边就是它这个停车的交位 它这里是全部是没有铺装薄油的 就还是用细石纸就是 这边就停车 那边就是站楼 这又是一家 又是一家人过来看房的 这种就是肯定是改善住房条件的 因为它有两个小孩 走不到 小朋友是很心仪这个游泳池可能 特意进里面去看了 看我们现在也进去看一下 它这种游泳池呢 是 就是不挖 就是不挖坑的 就是不是用水泥建筑的 就是用这个防水PVC 够早的 是悬空的 用干结构把它悬空起来 旁边这个就是一个水处理的一个机器 维护这个东西是很贵的 所以说我是不建议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游泳游不倒多少次 你看这个 开发地就很好 特别好 这种就里面就钻这个垫子的 这个里面就钻垫子 特别好垫 这个冬天的维护也很难维护的 好吧 里面的结构呢 我就通过 通过它的晚上的图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吧 因为里面 他们拍的这就比我们专业多了 他们在晚上上面拍的 我现在是出去等他们 我们现在是从晚上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它是有四个 卧室 两个权位 一个就是半位的 总共的是使用面积是24002338平方英尺 就能有200多个平米 这套房子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其实通过网站上你可以 你再就是讲 根本不要去实际上看都可以 来看一下 它这套房子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进去的 这是厨房 当然这是厨房看一下 中间是个吧台 这边窗户旁边有个洗漱的那边有一个炉子 这个就是后院的夹板 那个游泳池 这可能是个休息间什么的 这也是个工具间工具间里面冰箱 这个就是厨房 这个就是游泳池 这边一个火坑 这边就是靠近一个小的一个湖 那就到旁边 这边还有后院还有一块的这种地 清空了的 这个就是航拍图 拍上去 它从家里是从这里进来 这边是后院 这边是个花 这边是一个院子 这边呢 它也做了个家吧 这边就可以看到湖 这边是湖 看到了吗 这个是邻居家 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像一个塔一样的 一个池塔一样的 这个就是经纪人在当时在这个里面提供的这个 嗯 邮费啊 电费啊 还有一个低税的这个清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看房啊 旧房一定要去看它每一年 就是讲这种费用是多少 会不会就讲密封不好 造成保暖不好啊 这个邮费很多啊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说这一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